1945年8月15日 日本投降 在此前后 驻守长春的关东宪兵队 匆忙销毁宪兵司令部存留的 清华14年积累的档案 由于时间仓促 一批档案得以劫后余生 如今他们被存放在中国吉林省档案馆 这一批档案总数十万多卷册 百分之九十为日本 这些资料与日本人自己留在其他地方的档案 将告诉世人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犯下的罪行 1931年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武装占领中国东北 为了掠夺东北丰富的木材 煤炭 钢铁等战略资源 把中国东北作为日本 进一步发动侵略战争的能源基地 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三省 以及关内各地大量招募劳工 进入矿山 采伐 工厂等部门劳动 并利用中国劳工进行军事工程建设 在关东军宪兵队的遗存档案中 有许多关于奴役中国劳工的内容 这些档案 不仅记载了中国劳工的悲惨遭遇 也记录了中国劳工的抗争立场 在朱扎在北安第956部队中 参与劳动的大同组工人 约600人中 由于在衣物 粮食的配契 征集条件等问题上 存在分歧等原因 自5月25日至5月27日期间 结伙逃走 这份档案记载 日军在招募劳工的宣传中称 如果参与军事劳动 会保证粮食以及衣服鞋等配契 实际上 劳工每人每天的粮食分配量 大约只有375克 劳工只能用马铃薯充击 衣服鞋袜等则没有分配 劳工中开始揣测 将来会发生不支付报酬的情况 因此不少劳工开始逃跑 对于赶于逃跑的劳工被抓住后将面临十分严厉的惩罚 这封日本人的信件记载了日军对逃跑劳工的处置情况 连接南龙门和黑河的铁道 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投入了一万多人的鼓励 随着日苏关系的恶化 作为紧急工程正在加紧施工 军队的命令非常的严格 逃跑被捉回来的人就挖个洞 用土将他们埋到其间处 给他们灌水 殴打 之后把他们关起来 在日军军事工程中劳动的劳工生活工作条件十分恶劣 由于疾病 劳动强度过大 饥饿等原因 劳工死亡的现象十分普遍 这份日本人的信件挤在了中国劳工大量死亡的悲惨景象 昨天在后面的广场上散步的时候 看到了许多满洲人鼓励的尸体堆放的到处都是 其中有的已经变成了一具白骨 仅仅剩下了头盖骨 身体全部的骨头都已经一点点的被割裂开 还残留的部分也是惨不忍睹 这些尸体被狗当作是美食在啃咬着 这是在国内不可能看到的场景 最近看到这些事情已经是司空见惯 在日军大案记载中 有一类劳工被称作特殊工人 很显然 特殊工人与一般劳工不同 那么这些特殊工人又是什么身份 他们为何被称作特殊工人呢 这份日军档案表明 所谓的特殊工人 实际上是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军队的战俘 为了与一般劳工相区别 并掩盖他们的战俘身份 战俘老公被称作特殊工人 在日军的档案中 有很多将战俘作为苦力 交接给不同部队使用的记载 相比普通劳工 战俘老公的遭遇更加悲惨 这份日军档案记载 在1943年3月到5月 有1935名中国战俘 被移交给东宁县兵队 到达后很快死亡的就有163人 到7月5日已经死亡了172人 由于不堪忍受残忍的非人待遇 许多战俘老公采取了逃跑的方式 进行抗争 在日军的档案中 记载了许多起战俘老公 集体逃跑的事件 其中发生在东宁日军满洲 第570部队的一次战俘老公暴动中 两名日军卫兵被打死 四名被打成轻重山 暴动的43名战俘老公中 由31名成功逃入苏联境内 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加入抗联队伍 在1945年随苏联红军重新打回了祖国 第570部队的一次战俘老公